糖醋里及外焦里嫩的口感您一定喜欢 鸡蛋一个打散 加入4份的红薯淀粉 一份面粉搅拌均匀 调成糊状 蛋糊调好之后 吸稠度调成一线芡的程度就可以了 调好的糊中加入1克的盐 2克的白糖 5克的色拉油 搅拌均匀 里脊肉切成14条 切好的里脊条加入盐 2克黄酒 3克胡椒 2克葱姜水 10克腌制入味 腌制好的里脊肉 加入5克的淀粉 搅拌均匀 调入蛋糊 油温升至4成热 下入里脊 炸至定型 捞起 油温升高 升至6成热 进行覆炸 姜蒜爆香 加入清水 调入白糖 白糖和醋的比例 1比1 盐呢 我们加到3克 酱油 10克 大火烧开 淋入水淀粉 姜汁收浓 在这个汁都冒这种均匀的鱼眼泡的时候 下入里脊肉 快速翻炒均匀 淋油 起锅 起锅 装盘 估讨树 白糖 拌均匀